一只笨狼 这狼于是到田野里去 想给自己找点吃的东西 他看见一匹马鞠子在吃草 小马呀小马 我要吃了你 老家伙 你有什么法子吃我呢 你连牙齿也没有了 牙齿有的是 如果不是吹牛 就给我瞧瞧吧 狼于是露出了牙齿说 瞧吧 马鞠子用尽力气 朝他露出来的牙齿踢过去 接着就跑掉了 狼爹的失去了知觉 好容易才醒过来 肚子饿 可不是玩的 他于是一步一步向前走 他沿着树林子走 一个裁缝迎面过来 好一个快活的裁缝 他唱着歌 捂着铁齿 狼拦在路当中 裁缝啊裁缝 我要吃了你 裁缝看了看狼 怎么办好呢 就这么办吧 吃吧 不过让我量量你的肚子 看我能不能钻到你的肚子里去 量吧 狼说 不过快点 我想吃 想的不耐烦了 裁缝 走到狼的背后 一把抓住狼的尾巴 卷在手上 拿起铁齿 朝他身上两边乱揍 他一面揍一面说 横一尺 树一尺 横一尺 树一尺 狼争来争去 争断了半条尾巴 撒开了腿 拼命逃走 狼一步挨一步走 一路舔他的伤口 他忽然看见 有一只大山羊 在山上吃草 山羊啊 山羊 我要吃了你 怎么办呢 要吃 你就吃吧 可是干嘛 白白弄崩牙齿呢 你最好站在山脚下 把嘴张得大点 我打山上冲下来 直冲到你的嘴里去 狼站在山脚下 张大了嘴 等着 山羊从山上冲下来 撞中了狼的脑门子 狼摔了一跤 山羊呢 跑掉了 狼醒过来 就站起来 就站起来暗想 我吞下了山羊没有呢 如果把山羊吃下去了 肚子就该饱了 他那个坏家伙 一定把我给骗了 他伤心急了 重新又去找东西吃 他看见矮树林子下面有臭肉 马上向它冲过去 于是掉到陷阱里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做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